大家好 我是分子转入共振系统分子标榜软体的发明人胡友林 今天要跟大家谈谈有关感冒又同时重寒的案例 在这个炸卵还寒的季节 有时天气很热 一堆人排队买珍珠奶茶 有时又突然转凉下起猫猫雨 适应力较差的人就会犯一些毛病 感冒也是这种天气最容易犯的 不过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毛病有些陷阱 怎么说是陷阱呢 我先分享一个案例 一个老患者几天前开始头晕 鼻流清涕 恶心 眼睛酸涩 口渴 肩颈酸痛 他的家人为他设定了葛根汤 血运方 因为过去的经验 他使用这两个方效果很好 但是这一次折好了一两分 没有多大效果 鼻涕还是会一直流 一样感到头晕 想吐 人觉得疲累 我请他另外加两张半下 一张天花粉 再把血运方拿掉 现在我就用Lysan Flow示范操作的方法 好 我先设定他们原先设定的方案 患者的家人原先是为他设定葛根汤 好 那么咨询我以后呢 我请他另外再加两张半下 因为他有鼻流清涕不止的情形 所以我们再另外加半下 他还有口渴的问题 所以就加天花粉 好 那么这就是加上了半下天花粉的案子 好 那可是呢我请他把血运方拿掉 OK 那一样我们设定声音 用我的声音按确定 再来我们设定时间 8小时 好 自行 过了一天他告诉我症状都有改善 但是还是会头晕响吐 我问他所在的地点天气如何 老妇人说 有回温有太阳 但有时还是会凉凉的 我在问你有没有吃深冷的东西 他回答有 偶尔会从冰箱拿水果吃 我请他再加一张人参干浆拌下汤 单方拌下拿掉 好 这个时候呢 我就请他从复方药材里头 选B加上人参干浆拌下汤 另外我们再把拌下拿掉 因为人参干浆拌下汤里头 就已经有拌下了 好 所以我们就把单方拌下拿掉 另外增加人参干浆拌下汤 好 同样是设定声音 先设我的声音 好 再设定时间 开始执行 好 在隔日他告诉我 已经恢复许多了 然后他又问我说 我这是不是感冒了 我告诉他你是感冒 同时也有中寒 我讲解一下载体搭配的方向 感冒如果出现眼睛酸涩 肩颈酸痛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葛根汤 鼻瘤清涕呢 就加两张半下 口渴就加天花粉 那如果呢 有恶心头晕的情形 就是我们上述的方 在执行过一天后 如果还是有恶心头晕 没有办法改善 就必须考虑是否有其他的外因 那么首先就考虑 是不是中寒 因此在家人参干浆拌下汤 那我们会考虑中寒 多半是这个病人 他很可能在忽冷忽热的情形下 他有吃了生冷的食物 所以说呢 中寒也不一定是只发生在 炸卵还寒的季节 肾鼠的时候 有些人的体积能下降 又从冰箱取出生冷的食物吃 尤其是冰过的水果 很容易就中奖了 切记下次从冰箱取出水果时 最好等稍微回温再吃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次见